大家晚安 从昨天开始天气就变冷了 而今天还有华南与雨带通过台湾 几乎是全台各地都出现了明显的雨势了 那么预计这波华南水气会持续影响台湾到明天 所以提醒大家 明天天气状况跟今天差不多 全台各地依旧是相当湿凉湿冷的天气 外出要记得攜带雨季 同时要记得加强保暖了 那么这波水气影响就到明天而已 下个礼拜一水气就会明显的减少 西班部地区渴望逐渐的放晴 到了清明节 这就是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 更是全台各地都有机会出现阳光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好好把握 连续假期最后两天 就是下个礼拜一二的好天气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未寻云土 今天台湾上空就是受到了 大片华南水气移进台湾的影响 不仅是天气很冷 同时还伴随着明显的降雨 几乎是全台各地都有出现雨时 那么这一波水气持续影响台湾到明天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到了下个礼拜一 下个礼拜二 水气就会明显的减少了 同时东北风也会减弱 转成偏东风 这个时候也会明显的回暖 我们进入来看一下 今天到明天主要就是受到了 大片华南运雨带移入的影响 几乎是全台各地 特别是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 都有出现明显而且持续性的降雨 不过到了这个礼拜一 礼拜二水气就会减少了 礼拜一东半部地区还有一些零星降雨 到了礼拜二 就连东半部地区雨势 也会明显的缓和停歇下来 所以可以看到明天停歇状况 还是相当的不稳定 几乎是全台各地都有机会出现一些雨势 大家外出务必要记得攜带雨势 那么到了礼拜一 就只剩下东半部地区 还有一些短暂阵雨 西半部地区渴望放晴 到了礼拜二 更是全台各地都有机会可以见到阳光 所以真的要好好把握下个礼拜一 礼拜二的好天气 那么在温度的部分 明天天气状况还是不稳定 而且气温也还是凉凉冷冷的 北部地区的气温跟今天差不多 高温就有16度 低温也就有14度 还好的是下个礼拜一 随着降雨逐渐停歇下来 阳光逐渐漏脸之后 温度就会逐步的往回升 到了下个礼拜二 高温就渴望回升到25度 甚至是25度以上了 那么在中部南部地区 同样的也是 明天感觉还是比较凉 比较冷一点点 一样的到了下个礼拜一 温度就渴望逐渐的往回升 预计高温就可以来到了26度 27度 甚至到礼拜二之后 可以来到28 9度左右的高温了 所以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 天气其实跟今天差不多 都是受到了华南玉带还有冷气团的影响 各地呢都是湿湿凉凉湿湿冷冷的天气 其实就连南台湾呢 也有机会下起一些短暂正雨的 所以呢提醒大家 明天天气状况还是不稳定 外出务必要记得期待一句 也要记得注意保暖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